就在我新房子看好 已經下定基 然後店也順利開業的時候 在當天跟前妻又起了一些爭執 在長期累積的壓力之下 她就跟我提了離婚 當下我是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加上店又剛開 那一陣子的情緒狀況非常的不穩定 變得非常的易怒 容易爆哭 本來要回去陪伴的阿公 她的人生功課做完了 再承認到自己會失敗跟 加油 加油 確定 離婚這個事實之後 就遇到了我現在的女朋友 我非常非常感謝她 在我最失意潦倒 支禮破碎的時候 願意把我撿起來 然後拼拼臭臭的讓我重新站起來 跟大家介紹說我人生的亮點 人生就會有一些歷程 一些經歷高低起伏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們遇到彼此 都很珍惜彼此 因為失去過 所以會更懂得珍惜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 現在所擁有的 顧上好 老師好 我是羅宏成 來自花蓮 那我的店叫花蓮市立動物園 她的洞示範的那個洞 動物園 喔 我從小就在花蓮長大 高中畢業之後 就是待在北部發展 因為我一直都在外縣市 每次回到花蓮 都是快閃兩天 然後每次這樣南北往返 都會覺得爸爸媽媽臉上的皺紋 跟白頭髮都越來越多 然後阿公的身體也越來越不好 因為已經九十幾歲了 然後我覺得我沒有好好盡到一個 兒子的責任 好好的陪伴他們 然後他們每次都是 深夜等我回家 因為我都等我下班之後 才開車回來 所以你在台北工作 然後每天開回去花蓮 沒有沒有沒有 每個月 每個月我都會排一個週末 回去看他們 不讓錄節目有時候動點腦 怎麼可能啊 喔是喔 然後我就決定要搬回來 然後就開業 想說也搬回來了 然後本來住的房子是有一點小 就想說 那我要換一個大房子 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爸爸媽媽也非常支持我這個決定 把房子賣了 然後一部分的資金 就拿來給我當開業的偷款 就在我新房子看好 已經下定金 然後店也順利開業的時候 在當天跟前妻又起了一些爭執 在長期累積的壓力之下 他就跟我提了離婚 當下我是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加上店又剛開 我過了好幾個月行屍走肉的生活 那一陣子的情緒狀況非常的不穩定 變得非常的易怒容易爆哭 當中也看了身心科做治療 後來那陣子很多不好的事情 都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本來要回去陪伴了阿公 他的人生功課做完了 看你不回去阿公沒有事 你一回去阿公Q是 但我相信老闆至少在阿公離開的 最後這幾個月有陪伴到他 還好真的有做這個決定 有回來住在花蓮這樣 嗯 所以你看喔 那時候身心靈狀況很差 再加上親人離世 應該已經很谷底了吧 因為 阿公往生之後一定會做法會嗎 欸我就真的好好靜下來想一想 我當初回來的初衷到底是什麼 那我怎麼會因為我失去了東西 然後沒有看到我現在眼前所擁有的 再承認到自己會失敗跟 加油 加油 確定 離婚這個事實之後 就遇到了我現在的女朋友 我非常非常感謝她 在我最失憶溶倒 支離破碎的時候 願意把我撿起來 然後拼拼臭臭的讓我重新站起來 女朋友竟然來現場嗎 有啊在你後面 很美耶 很美耶 哇太感動了 跟大家介紹這我人生的亮點 所以欸 遇到女朋友之後整個人生就改變了啊 其實這愛的力量很偉大 欸但我遇到我女朋友之後 我整個跌落谷底了 喂 業配都被她搶光光了欸 完全截然不同的命運 因為我也是因為女朋友的關係 才看到不務正業這個頻道 因為她也是雲林人 然後真的她第一次分享給我看的時候 就是雲林阿嬤的故事 因為她的 欸我們是阿嬤 欸我們是阿嬤在那邊 真的 阿嬤的故事真的讓我看到 台灣堅強女性 記得信念 我們帶給阿嬤一個鼓勵 阿嬤身為鐵粉 今天來到現場 我第一次看不務正業就看到哭了 謝謝阿嬤 給我們這麼多的力量 那白玉老師 妳看一下他們兩個的星座合不合好不好 女朋友是什麼星座 摩羯 射手加摩羯其實是一個非常互補的狀態 射手就是紅塵嘛 你看剛剛她演講就知道了 她都沒有重點 但是她很有愛 沒有重點 摩羯的人生都是重點 但很理性 欸是不是非常的互補 而且兩個人相對來說 都是比較有經歷的 那我相信女朋友可以接受你 她一定有她的人生歷程 她可以包容你 她看得懂你 一路以來的心路歷程 在這種有經驗的兩個人 終於找到對方成為兩半 真的這個互補的力量 比愛的力量更大 而且女朋友也沒有嫌棄老闆是惡婚欸 真的啊 喔 真的喔 還是 女朋友也是惡婚 未婚未婚 但是她這個人喔 個性很強 心腸很軟 喔 刀子嘴豆腐心 對對對 有時候比較大男人主義 比較愛面子 但是心地非常的善良 看到需要幫助的人 他都會幫助 非常的熱心 喔 我是不是很了解你 真的好可怕喔 她是你好朋友 還是你看到這個 沒有我看她八字 剛剛算的 喔 喔 剛剛你們在評的時候 老師就一直在看她 我就拿手機 現在八字的程式很多啊 所以就不需要郭老師了 欸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好 那 嗨卡我問一下 那你覺得 你女朋友漂亮 還是她女朋友漂亮 其實我還是要認真講啦 其實是她比較漂亮 哈哈哈哈 其實我剛才看了好久了 哇 你講話好坦白 好直接喔 我好喜歡你喔 像剛剛他講的故事 我其實是蠻心疼的 因為就像白玉老師講的 人生就會有一些歷程 一些經歷高低起伏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們遇到彼此 都很珍惜彼此 因為失去過 所以會更懂得珍惜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 現在所擁有的 也謝謝在這段低潮裡面 陪伴著我走過的所有人 謝謝老天爺給我再一次的機會 讓我重新認識我自己 再一次 我終個月 也有任何人 我們繼續 提廢 谢谢观看